来越南一定要注意这五个东西 第一个那就是时间来越南 那就是在1和3月份的时候天气非常的舒适 而且也是很适合中国人的 但是如果你选择在5月或者7月来越南的 肯定受不了因为太热了 第二个那就是一台手机不能走遍越南 不像中国 如果中国是魔宝的天堂 那么在越南只能用现金 来越南之前必须要去换一换 记住咯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来越南回国的时候应该买什么礼品 当然咖啡 咖啡 药果 含牛 给女孩子买的一定要是奥袋 奥仔 显身材又漂亮 你一定要注意哦 第四个旅游景点 来河内必须要去 桓千湖 胡桓减 来香港一定要去 巴拿山 巴拿休 来广宁必须要去 夏龙湾 冰哈龙 冰哈龙 想去海边一定要去 富国道 老福国 老福国 第五个也是大家经常担忧的问题 那就是来越南不用担忧安全的问题 如果大家来到越南的河内 这里治安非常棒 所以大家请放心 你什么时候来越南 如果大家想学习越南语 想来学越南的文化 别忘了给小赵铁 给小爱心 请关注哦 愿门 哈尔满